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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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 这是人之常情 你不用怀疑你自己 谢谢 真希望 时间能回到零八年元旦那一天 为什么是零八年元旦 如果能回到那一天 我一定不会和我父母回韩国 我会一直留在中国 这样 我就能陪你一起去面对那些危险了 其实我也抗争过 但是遇上了接人危机 我家有些事情必须回去处理 还记得那时候你谁都没有说 突然就消失了 那天是各大学在其中的招生宣传日 你们在学校 怕我说了 你们会想去机场送我 错过宣讲 所以我就没说 你确定大学的宣讲就在那天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号 当然了 那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是不会记错的 赵曼儿 我喜欢你 让我想想 十二月底的时候答复你吧 之前有问你的问题 可以给我答案了吗 什么问题啊 少爷 咱们到家了 有形式 没有 还蛮照顺 我都照顾你十二年了 每次你有形式就回家校 是吗 一个 人生 也有形式就回家 有形式就回家 你再怎么回家 你再她的一个衣服就回家 还是朋友 你再给她衣服就回家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没什么事的话 吃 시간 없어 필요한 건 택배로 보내고 나머신 다 버려 아버지 무슨 일인가요 너도 들었잖니 회사의 자금에 문제가 생겼다 이쪽 업무 철수하고 자금을 전부 한국으로 돌려 우리 지금 바로 한국으로 돌아가야 한다 오늘한테 그런 말 하지 마래요 애도 이차 다 컸는데 아직 애처럼 감싸고 돌아 이러니까 애가 이 모양으로 크지 아버지는 모든 직원을 희생시키고 빚에서 도망치려 하는 건가요 조아저씨는 저를 20년이나 돌봐주셨어요 이게 아저씨는 어떻게 되는 건가요 누구든 항상 자기 자신을 위해 살아가는 거야 저는 중국에 남을래요 내가 지금 너랑 상의하는 걸로 보여 아버지가 그랬죠 모든 결정은 스스로 해야 된다고 저는 중국에 남을 거예요 아버지의 처리 방식을 인정할 수 없어요 그래 그럼 무슨 생각인데 당하고만 있을 거야? 어? 도망치는 것보다 낫죠 마지막으로 말하는데 내 말대로 해 다 같이 먹으러 왔어요 뱅뱅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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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块 再点一晚呗 我请你 别呀 都快高考了 我总不能胖着去考试吧 胖着去考试 这北电怎么考呀 胖瘦淘汰 我查了 要想学艺术啊 就得参加艺考 艺考 就是跟高考一起考的那种 每年时间不一样吧 大概二月份 等时间出来就会通知了 你不是不吃吗 辣吗 辣吗 香 辣 给 你干吗呀 这不是给你喝的 就我喝 我给你喝的 今晚过了十二点 就是二零零八年了 两位帅哥打算怎么过啊 能怎么过呀 都高三了回家写作业呗 我听说呀 高三的跨年 要是能和最重要的人一起过的话 就能克服所有的困难 宝贝 马哲被围了吗 你有这时间不如 拜拜咱们的小金鱼 高格格学姐 听说过吧 去年的高考状元 他说的 行 曼儿 我可以和你一起跨年吗 我父母回韩国了 我父母回韩国了 可以啊 哎 你们都来我家吧 那 那我回啊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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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去啊 高三怎么过 回家写作业 你刚我自己说的 可乐 我自己说的 过年了 过年了 走吧 宝贝 一年又过去喽 有人欢喜 有人游啊 七点儿了 七点儿了 十一点五十 几 几点儿了 十一点五十一 陪着我们大家一起来跨年 先度一下 务必让我完完整整 明明白白地跨到二零零八年 好 发送到一零六六九五八 你不会磕瓜嘴啊 我平时不使这个 我来葬你 你把这个瓜子的一半 放在牙齿的中间 用舌头顶住 然后 用力咬下去 对 就是这样 然后你再用手 把瓜子壳给揪出来 只把胯子磕进去 这个好难啊 这还难啊 我看你啊 不仅是身体不好 脑子也不太协调 上回学农 放烟花 你说话说到一半又睡着了 我劝你还是去找个医院 看下医生吧 免得到时候在考场上睡着了 可怎么办呢 你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睡着了 我说 喂 你说 太久了 怀疗马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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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风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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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虞鸣 都这么大了 还为人作业 他一直都为我作业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走 快 快 快许愿 你许了什么愿望 每天都能这么快乐 你许了什么呀 我希望 赵曼尔的所有愿望 都能够实现 这句话 我是不是之前也说过 就在学能妹妹 没有啊 我们不是还看到流星了吗 管他呢 你快许你自己的呀 好 好了 你许了什么愿望 等实现了再告诉你 天哪 真是不敢相信 都2008年了 对啊 所以呢 你不懂 2008对我来说 就像是一个新的纪约 升到成功的那天晚上 我就在这个电视机前 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是的 突然 就被漫天的里花声和欢呼声惊醒 然后就好像 我打了个洞 就从2001年穿越到2008年了 现在 他终于来了 什么东西啊 飞纸 真漂亮 你看那个像不像醒醒的 对啊 像流星一样 咱们的愿望肯定能实现 你的愿望肯定能实现 刮来了 宋大川要给赵曼儿发律师函了 你们猜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他简直就是北电的耻辱 赵曼儿真敢 太过分了 背后骂导演 我不想说 但是我不想听了 好 这也是 很多事 调到 那么 neurons 起到了 都是 安 Bab 李依依现在是什么年载啊 都说过了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天哪 那可是个小学时候 些客观作文的年份的人 二零二零年 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一言难尽 各种意义上的一言难尽 好好好 我以前也觉得 二零零八年 是一个遥运的出门 行不行的年份 现在也不知不觉就到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零八年除了奥运会 还发生了什么样 你还是不知道的 为什么 知道了也没什么用 人都是会来的 续不许不许 算了 等你新年快乐 虽然 你那里可能并不是新年 新年 你那里现在是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号 对啊 现在是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零点时分 你可是我第二个 哦 对 第三个说新年快乐的人 哦 如果可以 帮我个忙 你怎么了 应该说 帮忙静雨昊 怎么帮啊 明天 明天 一定要让他跟他爸爸一起回韩国 什么 回韩国 为什么 我们都快高考了 你下次我也说不清楚 他们家会在二零零八年 遇到一些战务危机 如果不回国 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灾难 你不相信我 不 我相信 我要怎么帮他 你听我说 明天一大早 你要跟进静雨昊 务必把他送到机场 可是 明天有高标咨询会啊 你不是都决定考北电了吗 那 你去不去高标咨询会 也没什么影响 也对 好 我会跟进他的 清华男生多 北大饭菜好吃 难啊 太难选了 这样 我觉得吧 你啊 努努力 北大清鸟可以的 谁 谁还没有个 完成不了的梦想啊 空气 大过节的来学校 还不如让我自己找的乐子呀 要我说还是赵茫儿聪明啊 直接就请假了 赵茫儿 他怎么了 说是帮静雨昊 静雨昊 静雨昊怎么了 你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回去我们俩能帮上他 哎呀 他们俩一个高考有加分 一个要参加一考 咱们俩 才应该睁大眼睛 好好挑选一下 快快 稀客 叔 静雨昊在家吗 不在 他家跟学校我都去找过了 他只可能在这儿了 叔 你就让我跟静雨昊说句话吧 我不是故意要躲着你吗 我不是故意要躲着你吗 我不是故意躲着你吗 没关系 时间应该还来得及 叔叔阿姨肯定在机场等你呢 去吧 去啊 拿着呀 接下来交给我吧 我送少爷去 叔 那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对不起 少叔 说什么呢 你有啥好对不起赵叔的 我爸的 会长有会长的考虑 成年人都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应该回韩国吧 少爷也可以有自己的决定 如果有需要 我老赵二百二十万 也一定准时把你送到 谢谢你 周叔 下回不开心的时候 不要假笑了 笑容要留给开心的时刻 我还给赵范儿拿了这个 我看看 宝贝啊 这是针对零九届的考生 咱们是哪一届啊 我们要复读了就零九届 那赵范儿还没考呢 怎么就开始招零九届考生了 培训班呀 培训班都是提前培训的 再说了 赵范儿她自己都有 一直在准备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我知道了 不是清华 也不是北大 应该是北京体育大学 为什么呀 好啊 救命 等你好久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要是拉你这儿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 是你回韩国的事 现在过去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来不及了 飞机十分钟后就起飞了 实在不行 但是是改签吧 我帮你打电话 我学会课瓜子了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呀 你要赶不上航班了 你说的话 我都刻在心上 我说的是瓜子吗 我是说你回韩国的事 不行 你必须回韩国 你就这么想让我回韩国 我不是 你知道我许的什么愿望吗 我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 那我们可以发邮件啊 我还知道你原本 大学是计划回韩国的嘛 等到我们高考之后 所有人都会各奔东西的 也不代表我们会一直分开啊 对不对 我真的搞不清楚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只是想逃避那个答案 什么答案 季雨昊 你也许个关于你自己的愿望吗 你也许个关于你自己的愿望 dort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要什么答案 他到底去没去啊 怎么还是没变化呢 对不起 我没能劝金与后悔过 那你今天去学校了 当然没有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 我当然得尽全力完成啊 只是没帮上忙 抱歉 太好了 你没去学校就行 为什么这么说 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 你尽力了就好 这学期到今天就结束了 但是大家要意识到 这不是假期的开始 而是高考战鼓的前奏 我有本书要发给大家 别啊 冯老师 高三都快结束了 怎么还发出啊 马星爷 高三都快结束了 你还改不了这个乱接话茬的毛病 这个呢是高考志愿填报书 本来想假期结束后发给大家 现在发给大家呢 就是让你们看看自己和目标院校的差距 春节期间 大家把握进度 预祝大家春节期间复习愉快 谢谢 谢谢 我有时间就会往家里打电话家访的 都给我老实点 老师 你那江湖大学 多少份录学啊 这等天机 其实二等凡夫俗子可以知道的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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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赶紧 赶紧 走 没有什么 电影学院 没有北京电影学院 我看看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中国四级学院有没有 有中国什么大学院 没有表演专业 对 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到这个 易考 对啊 那天我特意回去拿的 那儿的老师说 易考高考和我们参加的同考不一样 你得先易考 拿到那个什么什么证 然后你才能考艺术类考试 大概是这样吧 你不知道吗 你天天考北京北京 我俩还以为你都知道呢 这个传单 你在哪儿拿的 招生咨询会上啊 那个老师的意思是说 零八届的已经结束了 现在针对的是零九届考生 我想着你可能要复读就 招生咨询会 什么时候 元旦啊 就是 你找金铭浩的那一天 报告 进 方老师 我有点问题想问你 问吧 为什么报告指南里面没有电影学院 连和表演相关的专业都没有啊 你说的那是易考 跟同考的录取流程不一样 你还要易考吗 报名了吗 元旦那天高招资讯会 我看你没去参加 我以为你想通了呢 报名 现在就要报名吗 不是年后才易考吗 我带过那么多届学生 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参加过易考 我不是骑士易考生 是因为这个易考和同考 它就不是一条路 老师 我只想知道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那我帮你问问吧 谢谢老师 喂 您好 我是齐天实验中学的方老师 我想帮学生问一下 校考的报名时间 零八届的 学校是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我这样啊 那不能去现场补吗 好的 谢谢啊 北京电影学院的网报时间 已经截止了 不能补报 那既然这样 就好好复习 准备高考吧 증等着 看 干嘛呀 换屏保啊 换哪个呀 他们俩 我提示你 欢迎收督 好了 怎么 有心事啊 没有 是不是又要去问赵嬷儿作业啊 哎呀 快去快去吧 又不是第一次问了 快去吧 什么事儿 喂 我问一下作业 不知道 等一下 你没事儿吧 你指的是忘记作业这件事吗 不是 一考报名 我听郑永美都说了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不要问我了 我觉得肯定会有别的办法的 再想想呗 反正我一直站在你这边 对不起 我刚刚情绪太激动了 让我自己冷静一会儿吧 我说我最喜欢的 我会想看你 我只会想看你 我只想看你 我都想看你 我说是 我只想看你 我只想看你 婶儿子 你要不要也去考啊 妈妈就觉得 你比这些小朋友 都要好看嘛 你说到时候你红了 就可以帮妈妈 多要一些签名照啊 而且学校还在上海 多好啊 你要去这里读书啊 那以后妈妈就能 经常回去干你外公外婆了 你快看 现场还在报名啊 现场报名 上海考点预计将有 三千人报名 录取绿可谓白礼挑衅 昨天上午九点 很多外地考生 拖着行李赶到现场报名 其中不少都是冲着表演戏 和主持人专业而来 这几位来自安徽的考生 二号晚从黄山出发 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赶来报名 希望能圆自己的演员梦 有兴趣吧 那明天妈妈让你二舅妈 去现场给你交个报名表 好不好 谢谢妈 谢什么呀 需要联系你二舅妈吗 怎么关机了呀 赵曼尔 上海电影影视学院还在报名 还有机会 呼叫老大 呼叫老大 太好了 不然我要内疚到高考前了 怎么报名啊 我看了电视 说上电现在还在接受现场报名 可是我们都不在上海呀 我还留着艺考的海报 我打电话过去问问怎么办 告诉我电话 喂 您好 是上海电影影视学院吗 我想报名 我们这儿是艺考培训中心啊 你想考什么专业 我们这个培训啊 不是 我是零八戒的 我想帮朋友然后报 零八戒的怎么现在才来报名啊 零八戒的怎么就开考了 不对啊 刚刚新闻上还在说那个 现在还在现场报名啊 我给你看看啊 上电在咱们北方片区的报名 已经截止了 但是上海考点的报名还在继续 那 那 可是时间也快来不及了 不是 老师 您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呀 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才能报名啊 我看看啊 上电的报名是到明天 明天截止 现场报名需要你的身份证 学际证明 还有报名表 学生今天寄出报名表也来不及了呀 要不这样 你提前报我们的复读班 我给你打折 可是今天是放假呀 况且都这么晚了 这些材料怎么搞啊 照办人人呢 怎么不说话呀 可是我们没有人在上海啊 这今天寄过去 也来不及吧 哎呀 怎么又到下一条了 没关系啊 我有二舅吗 我二舅妈就住在上店旁边 把材料交给我吧 我给她传扔过去 谢谢大家 答字太难 放心吧 有我在呢 明儿 能麻烦二舅妈也帮我报个名吗 我去打印店帮忙打印需要的材料 我可以打电话问一下舅舅 能不能帮你开学际证明 我有车 我让司机开车去收集材料 出发 喂 二嫂啊 我是曼珍 二嫂 好久不见了 正好是你接电话呀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我家有传真机 好 谢谢二嫂 嗯嗯 好的 好的 拜拜 报名成功 耶 好的 玫瑰 玫瑰 哇哇 酷 谢谢大家 哇 耶 耶 耶 说什么谢呀 要不是因为我元旦没把传单给你 你就不会错过北电的考试了 你所谓的梦想 真可行 如果可以 帮我个忙 那你今天 去学校了 太好了 你没去学校就行 你是故意的吧 什么帮助金宇侯啊 你就是想让我错过高招咨询会 是不是 你凭什么剥夺我追求梦想的权利啊 我不想说假话 但我是为了你好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二零零八年除了奥运会以外 还发生了什么别的事吗 好 我告诉你 零八年有雪灾 有地震 甚至你期待了很久的奥运会后 就遭遇了金融危机 然后呢 知道了有用吗 这就你根本就改变不了 所以呢 你改变不了世界 但你可以帮助我呀 还有金语浩 你至少可以改变两个人的命运 我改变不了金语浩 他也根本就没有回韩国 他原本是回韩国了的 你已经改变了他 满足了二零二零年金语浩的心愿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满足一下我的心愿呢 明明你可以做到的 你为什么要让我来帮你决定你的未来啊 如果我的未来是你的话 那我就宁愿不要长大 你很讨厌我是不是 那我问你 如果父母不支持 别人说你没天赋 只能让你自己能说服不了自己的滥息 比你条件好的人层出不穷 你还像当演员吗 你说的没错 如果明知结果我还放任这一切发生 那么未来的你 一定会变成现在的我 当演员没有希望的 放弃吧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会变成像现在这样的人 那么 你的希望落空了 因为我们俩根本就不一样 我也不要变成你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的 因为我的身边有很多很多 都在支持我的人 你给我听好了 我就是要成为一个演员 一个好演员 不行 我都不会 desap길 influencing the day 宥谓家 你跟着怎么你 沉重的不经意间 要如何才能弥补 沉迷的不经意间 要如何才有退路 伟大而凌乱的碎片 漂浮在我的眼前空间 泛光在我的黑夜 对错的不经意间 要如何才能清晨 沉迷的不经意间 要如何才能弥补 坠落的不经意间 要如何才有退路 伟大而凌乱的碎片 漂浮在我的眼前空间 翻过在我的黑夜 我没有答案 也不想再去过问 那是何人所得 何人去的不经意间 我没有答案 也不想再去过问 再去过问 那是何人去的不经意间 那是何人去的不经意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